头肚醋鱼 这是绍兴百年老店兰香馆的传统风味特色菜 一直很受食客的喜爱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是 拥鱼头肚当肉400克 配料有甜面酱10克 葱末1克 手笋50克 调料有白糖25克 酱油60克 烧酒25克 姜末1克 醋20克 胡椒粉0.5克 调料还有湿淀粉50克 熟猪油50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具体制作方法 把鲁鱼头和肚当肉斩成长方块放入盘中 杓仲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锅中放入熟猪油 再放入鱼头 肚当 葱段和切好的笋块一起煸炒 加入酱油 白糖 精盐 然后盖上锅盖 烧上一分钟 然后再加入甜面酱 味精 再倒入米醋和湿淀粉勾芡 这样翻炒均匀 出锅 装盘 最后再撒上葱姜末 胡椒粉即可 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鱼头和肚当不能煮的时间太长 芡要勾得薄一些 好 现在头肚醋鱼这道菜就已经做好了 这道菜的特点是色泽洪亮 汤汁浓滑 味道酸甜 这道菜的特点是色泽洪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